原来只是一只猴子 你才猴呢 我叫白元 这只被锁在石洞里的白猫怪 对着面前的道长 兴奋高呼说自己要救了 这位道长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出山的刘伯温 刘伯温跟着师父学习多年 这一天师父来找他 说自己夜观星象 发现地心已现 现在朝廷气数已尽 天下大乱 到处都有人自立为王 天下苍生蒙兽涂炭 伯温 你现在已经练会了法术 是该下山去 教我世人 附入天子 师父算到真命天子 会在豪州中离县 还让刘伯温在去之前 先去趟寿仙山 说是有一份机缘 刘伯温来到了寿仙山 一番功夫 寻到了一处隐秘的洞穴 进去发现一座 颇有年头的石碑 此时为刘姬所说 这可让刘伯温吓了一跳 只因为刘伯温就叫刘姬 自博温 这石碑给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见状刘伯温也不啰嗦 按照石碑上写的 一个龟派激功就把石碑炸裂 进入了石碑之后的洞穴 白毛怪一冒出来 给刘伯温吓了转了一圈 并惊一看 白毛怪听到刘伯温这句话 憋得脸都蓝了 好嘛 我这么大一个被锁在 如此隐蔽的洞穴里 你居然说我只是只猴子 气得白元当场说起了人话 你才猴呢 我叫白元 猴子问刘伯温是何人 得知刘伯温姓名之后 高兴得扬天长相 我有劲了 高兴之余 猴子向刘伯温解释道 自汉朝郑子房 刘伯世红秘传后 扶刘邦见汉 后将天书收藏于此 但愿当年为了躲避敌人 进入此时事 因而有机缘见此天书 但是 却被这时事的机关困住 刘伯温顺着猴子说的 发现了旁边放着的 无字天书和无虎图 有缘者得知 而这无虎图中的无虎 就代表着无虎将 没找到一个人 图上的老虎 就会变成人形 集齐所有老虎之后 真命天子的人选 也会显示在 无虎图之中 好讲话 这怕不是小患熊英雄卡吧 集齐武装也有大奖 之后为了感谢白元告知 刘伯温便用 从洞中得到的附魔剑 展开了锁链 得此机缘之后 刘伯温便立马赶向 中离线寻找真命天子 我准备在你们寺里 听听佛经 修身养性 来让这个人服侍我 我服侍你 男女瘦瘦不惊的道理 你不知道啊 而且 我又是个和尚 我怎么服侍你啊 真带劲哦 漂亮大小姐住进佛寺 居然还点名 穷和尚服侍 这小伙正是猪虫八 今日本来在佛殿里干活 突然就被点名 叫到了大堂 一看好家伙 这位带着军队 前来黄学寺的 正是前几日 猪虫八 救下的哈马太尉之女 托雅 小姑娘长得尊啊 给旁边老十八娇 陈有亮看的眼都直了 两人见面又是一阵斗嘴 托雅死刑 嘴上说 要猪虫八 陪他那件抽开馅的衣服 你上次把我的衣服给弄坏了 我要找你赔偿 赔偿 猪虫八表示 你眼大你有理 我穷和尚赔不起 只能肉长 托雅耍无赖 自然比不过他 转而说到 要在寺里静住一段时间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见猪云章惹得拖雅生气 大小姐 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啊 您就放心吧 我们在这儿 帮您盯着这个臭头 他一定会好好服侍您的 好啊 那你们好好做 做得好话 你重重有少 说着还瞪了冲八一 好嘛 太危险了 这是让小伙儿赔衣服吗 这分明是缠人家小伙儿身子了 躲在佛像后面的陈有亮 见此只能露出 忧怨的小眼神 这段时间陈有亮有点不自在 毕竟自己是青龙转世 但凡事总觉得被猪虫八盖过一头 便想找机会跟他比试比试 于是提议掰手腕 毕竟当和尚大家都很闲 于是陈有亮先跟汤和比了起来 汤和使出了吃奶的劲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陈有亮歪嘴一笑 轻轻发力 喵了 猪虫八本不想上 但汤和怂恿 还是和陈有亮掰了起来 这一开始 陈有亮就发现不太对劲 这猪虫八一边掰手腕 还同时使用口臭和噪音攻击 陈有亮傻人的心都有了 猪虫八也发现不太对劲 陈有亮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毕竟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但猪虫八又觉得输了没面 便记上心来 手肘发力 活生生把石桌顶裂了 眼看算作平局 这时候汤和又提议 想比射箭 猪虫八自小贫困 哪里会射箭呢 但是手中又挂 心里不怕 我不但能射中红西 而且 我还能够射穿箭马 我还能够把箭 射到无力以外去呢 这个小和尚正在拉弓射箭 射得准还不够展现他的厉害 直接射三支箭 小伙儿歪嘴一笑 三支箭 全中红西 果然陈有亮没白跟着小胡子道长 学这么多年啊 射意相当紧战 惊得旁边两个和尚立马凑过来 给他就是好一顿拍马逼啊 还不忘贬低猪虫八两句 猪虫八不乐意了 我也能射中红西啊 射中红西 大碗的饭也可以吃 大话就少讲两句吧 猪虫八确实没射过箭 但这并不影响我开挂呀 当即表示自己不但能射中靶心 射中了还得射穿 射穿了还能再让箭飞个无力的 大话说到这一步了 让人想信都难的 陈有亮把弓递给他 那你就等人给大家看看 猪虫八见大话已经说出去了 便直接开弓射箭 好家伙 这箭果真跟他说的一样 射穿了箭板红心 直直地向着远处飞去 胖河上表示 这不科学啊 啊 在眼玄幻剧啊 啊 那没事了 这箭就一直飞啊 飞了半年 好巧不巧地正中一只花豹的屁股 豹子心太崩了 我在自己洞里睡觉 找谁惹谁了 屁股还被射了一箭 气得背过签去了 众人见到射飞了箭 只能顺着箭飞出去的方向找过去 毕竟古时候 箭造价还是很贵的 陈有亮和汤河走了半天 摸到了花豹的洞府中 找到了猪虫疤射飞的那只箭 好大一只豹啊 豹子正在想啊 这个场面自己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陈有亮手快 直接把箭就拔了下来 疼得豹子一阵抽抽 两人感叹了一阵 猪虫疤这箭开挂开得厉害呀 便拿着箭回去了 花豹比较害羞 在这躺了半天了 接着两人终于是走了 便化作了人形 哎呦 原来是只母豹 难怪一直装死 毕竟被射中了屁股嘛 比较害羞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猪虫疤这一箭 可给自己惹上事了 原来豹子姐在自己山洞里 钻研美容教神功 这一箭使得它多年的修炼毁于一代 气场气很大呀 这就告诉我们 不止母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母豹子也不行 用剑伤害小动物干死不行 预知猪虫疤如何逃过子姐 且下回分解 下回分解